主任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主辦單位很貼心 我今天幫大家準備講義 那大家那個講義的部分 我內容放的比較多 是因為大家以後要找工作的時候 可能還需要做一些參考 所以我今天在講的時候內容我會把它大部分放在 你們讓你們對職場跟企業到底是怎麼在找人的 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那至於是寫履歷表或者是面試的部分 這個大家先當參考資料 我等一下我會在裡面抓重點 就不會是進到一定是每頁我都講得很仔細 各位同學 不好意思 剛剛漏掉一個 今天我有帶一個大女孩 就是10個QA的禮券 那一段300元 等一下副總在講課的當中 如果你有疑問或者說副總有提問題的話 他舉手作檔就有機會就有拿到 謝謝 三百塊的禮券 好 那個 我姓陳 那這個大家自己看就好了 我跟大部分的同學一樣 我其實剛畢業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我應該要做什麼 所以我在104的工作是我的第六份工作 那我第六份工作我在104待10年了 可是我前面5份工作加起來10年 所以也是一邊畢業的時候 一邊工作一邊找方向 到慢慢經過一段時間才找到 好 那104其實 104的公司離這邊不遠 就是在 它是在新店啦 可是過個寶橋 就是木扎過個寶橋 其實就是104的 這個也讓大家自己參考 那目前104是台灣最大的人力銀行 大概市場上面有超過一半的職缺 全部都是在104上面 那我們一年喔 一年其實在104上面 有找到工作的人士其實超過100萬 那我們這個數字其實每一季 我們都要報到那個勞動部 好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先讓大家知道是說 如果你從現在的階段到你畢業開始找工作 那應該要先做好什麼樣的準備 要具備有什麼樣的認知 所以我會把重點放在第一個避免迷航的部分 那履歷表跟面試 這個是比較像是技巧 那最後有空我們來談一下職場的生存原則 好 一開始先讓大家看一支影片 大概一分多鐘 這是一支日本的電視廣告 可是跟職場有關 好幾十回目的電視廣告 好幾十回目的電視廣告 我可以聽到一下 幾十回目的電視廣告 每週次都在上班 好幾十回目的電視廣告 什麼都沒有電視廣告 沒有電視廣告 所以我沒有電視廣告 所以我都在不棄 寫到過程中的電視廣告 好席 晚安 飯要不吃 不想等待 很難 很無聊 幸好 我也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一题没有 这一题不算那座大 那个这一支影片在日本那时候播出没有多久 然后就被要求下架 就是不可以再继续播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太写实 所以担心打击到年轻人的找工作的自信 其实在日本毕业找工作是很竞争的 那这里面在描写的是说你刚开始在找工作的过程 因为有很多的好朋友会互相交换讯息 然后好朋友找工作都找到了 可是自己找工作还是不是那么顺利 那不是后来有去参加一场觉得还算谈得不错吗 其实以为说应该是有机会 他说很开心要去买蛋糕回去跟妈妈一起庆祝嘛 结果到了走到家里的门口 突然收到讯息被拒绝了 所以他就很难过 跑到那个球签那边 那就妈妈就出来了 那这个是最辛苦的情况 可是不会是 我今天的目的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些资讯 让大家以后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顺利一点 那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 在职场找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准备 就是你要了解自己 那要了解职场 我们把它称作知己知彼 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就是现在的新鲜人 我们去问他是说 那你毕业找工作之后你有什么困扰 最多的是第一名是不知道自己的兴趣 跟想要做的职务是什么 大概有四成 那再来是第二高的是 不清楚职务的内容跟薪资的水准 大概有三成五 然后再来是担心自己没有工作经验 会没有人愿意提供机会给自己 这个大概有三成 好 我们等一下从下面看上来 就先来看看说没有工作经验 是不是就不容易找到工作 好 这个是今年最新的数据 今年过年的时候 过年后我们去看 在依营寺的工作机会 我们发现每十个工作机会就有六个工作 他是欢迎迎接毕业生 也就是说他是欢迎新鲜人的 好 那总共的数量大概快有36万个工作机会 那企业为什么在找人才的时候 他其实不会是说一定要限制你 一定要例如说有工作经验才愿意去录用 主要是说现在其实在台湾 很多的企业才是面临到 找不到他要的人才的情况 所以他会把标准稍微放宽一点 所以他其实是欢迎新鲜人 可是欢迎新鲜人不代表这些工作只给新鲜人 就是他说这个工作机会他欢迎新鲜人 可是一定会有一些你们的学长姐也会去应征 所以你一样还是必须跟这些资深的人一起去竞争 只是说你并不用担心说 你没有工作经验就会找不到工作 这个情况是不用担心的 好 那再来是其实在几乎大部分的人银行 都有把适合新鲜人工作的工作机会 把他集结在一起 像印日人银行有一个新鲜人专区 所以这些资讯其实在网路上面都很容易找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 没有工作经验不符合职缺的需求 其实这一点不用太担心 好 那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点 那不清楚职务的内容跟薪资的水准 到底是不是大的问题 太大的问题 其实在网路上面有很多免费的资源 免费的 他其实都可以很清楚去查到 什么样的职务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然后他的薪资行情是什么 那只是说可能有很多的同学 并不知道说市场上面有这样的资讯 所以因为你没有去查 那在资讯不充足的情况之下 就会有这样的担心 印日是有一个植物大百科 我挑一个植物那个秀给大家看 就说像这样的网路的免费资源 里面的资讯到底有多丰富 好 这是植物大百科的首页 我们随便挑好了 挑金融专业 那金融专业里面 他这边的植物就是每一种的植物类别 就是像百科一样 就是会有一个条目 我们来看一下金融理财专业好了 好 他就会跟你讲说理财专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他的任务是什么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工作是在做什么 然后继续看 等一下 好 那再来看个性 你可以查得到你要从事这份工作 那你的个性大概要有哪些的强弱项 例如说从这边这个雷达图来看 应该你要担任那个植材专员 应该是要跟别人是可以沟通跟相处 那你的个性要比较正面一点 好 那可以继续看工序哦 好 这个椅子跟人 人就是求职者 椅子就是职缺 如果是椅子在哭 就是说市场其实有很多缺 他找不到人才 所以反过来讲 如果以理财专员来讲 就代表其实工作机会是很多的 如果你愿意去做的话 那当然有一些职务是人在哭 就是说就是工作机会少 可是要找工作的人比较多 那这样的工作机会就比较不是那么好找找到工作 例如来讲像行政总务类的工作 可能就是在哭的可能就是人 好 你也可以查到担任那个金融理财专员的性别 以理财专员来讲 男生跟女生其实是一半一半的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刻板印象 会觉得说应该是女生比较多 好 那你也可以看他们应该具备了能力 就是说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证兆 这个其实都可以查得到 好 那再来大家最关心的 薪资行情 这个是起薪哦 那这个是经过五年之后 他的弹调幅度 所以四万三很高 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外面谈到那个 一般的应届毕业医生有些服务业的 大概都两万八左右 可是在金融业里面理财专员 你一进去可能就有一个不错的薪资 你甚至可以看更多的薪资报告 他会跟你讲他整个薪资的走势 然后在不同的产业别 不同的地区薪资大概是多少 这个其实在网路上面都是可以免被查得到的 好 那再来学历 学历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大部分大学专科就占了92% 大家知道这只猫的意思吗 就小猫没几只 所以那个大部分至少你要专科以上 那研究所要求研究所只有8%而已 所以大学学历跟专科原子上 就可以去找理财专员的工作 那你也可以去看他们是哪什么科系毕业的 大部分都跟各位念的科系比较相关 像金融相关的科系啊 都商学院的 比较多 好 那继续看稳定度 他会跟你讲说 你如果当理财专员 有多少人可以撑过三个月的试用期 那有多少人大概可能有一半的人 一年四个月还在职 跳到水就是离职的 然后可以再查到这些离职的人 他如果在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 好不好找 有跳上岸就是去找另外一份工作 甚至可以看到他未来 你如果当了理财专员之后 下一份工作 你可以可能有的人会变成主管 有人去当金融营业员 研究员 去看他的详细的 好 每一个职务都可以有这样的资讯可以查 那这样的资讯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是他累积了20年的职缺 那还有大概有六七百万的履历表 其实每一份的履历表都有他的经历 那所以你透过这些大数据的分析 就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你不管你要找的是跟金融相关的职务 或者是其他的 你如果没有要找理财专员 其实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 包含他会把有哪些的职务是特别爱用新鲜人的 好 好 这好像会断断续续 都可以查得到 好 这是植物大百科的部分 好 谢谢 然后在网屋上面也有一些社群 其实你可以在上面查到有人在分享他的工作 他跟百科的性质比较不 百科就是说是专家去归纳出来的 那由数据分析去归纳出来的 有一些社群上面的分享他是在想他活生生 例如说有你们的学长姐 有人是担任理财专业的或是金融研究员的 他会去分享他的工作是在做什么 那这个其实就很有参考性 好 这边我们进入细节 好 那再来薪资 薪资透不透明 其实对各位来说是重要的 对一个找工作的人是重要 因为你如果不知道是说市场的薪资行情 你也不知道你出去要找工作的时候 薪水到底应该要期待多少 那在市场上面 其实连薪资资讯都可以有工具可以查 像104就有一个薪资信号服务 那你进去之后 我一样带大家走一次 在这个服务里面你可以查到新鲜人的 各个职务的薪资也可以查到上班族的 那我们会把 我们把那个职务 每一份职务你好不好找工作 就平均一份职务你如果要找工作之后 你可以分配到几份工作机会 以及他的平均薪资分成四个象限 这四个象限就是钱多机会多 机会多都指的就是说你如果要找的话 工作比较好找 钱多机会少 钱少机会少跟钱少机会多 好 大家看一下金融 金融专业是在钱多机会多的 所以各位其实你们念的科系 相对在社会上所对应到的职务是属于 平均薪资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你们好好地把握这个机会 其实你们出社会相对于其他的科系来说 其实算是蛮吃香的 好 看完刚刚讲这些资讯 在网路上你可以很容易地查到每一种职务 他到底在做什么跟他相关的资讯 还有他的薪资的行情 不清楚职务内容跟薪资水准是不是问题 其实就不是问题了 好 那剩下第一个 不了解自己的兴趣跟想做什么职务 这个其实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或者讲说 目前大部分的年轻人要进到职场之前 最大的挑战其实是这一个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兴趣跟想要做什么职务 好 我们再来看一支影片 这个影片这是中南美洲 有一家人银行的广告 那我稍微要讲一下怕大家看不懂 这个年轻人他已经在上班了 那你看他穿的短裤坐在沙发上面 他现在正在跟公司的人讲话 那等一下在影片里面会出现一个老人家 那个老人家是他的阿嬷 他的阿嬷其实已经阿嬷 知道 他阿嬷其实已经过世了 那等一下他里面的内容 就是他在跟公司里面的人在描述的内容 那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在订阅他们一起过去 我们回来的 我们回来的 很多手 他因此 现在的 我们回来的 You never know how many dreams I dream about you Just how many people sleep without you So, yes we want some, yes we want some This lives in the end, it's been a long time Hola Ortiz, no voy a poder ir a reunión I don't know how many people sleep without you 好,這個有講喔 誰可以誰要講一下這支片子在講什麼 有沒有,要請稍等 好,沒有,那我問比較簡單的 裡面的阿嬤死了幾次 死了幾次 有,這太,這很好猜嘛,舉手 李娟了 四次,四次不對 快,還有沒有 五次 對,五次,對 好,他一開始不是就是在一個那個醫院裡面 他阿嬤那個心跳停止了嘛 結果他阿嬤其實已經那個病死了啦 他每次因為換工作 他一直在換工作 換工作的時候對工作都沒有熱情啊 公司有時候叫他去開會 他就會跟公司講說不行不行 像一開始說我阿嬤那個昨天貝雷打到死掉了 然後再來就說我阿嬤出車禍 然後還有我阿嬤走在路上 被鋼琴砸到死掉了 我阿嬤昨天去銀行領錢 結果剛好遇到歹徒搶銀行 然後被歹徒拿槍掃射死掉了 那最後一個是那個 我阿嬤要去坐車的時候 剛好遇上恐怖攻擊 就是每次他都拿他阿嬤當藉口 然後就不去公司開會 所以最後他有一句話是說 拜託你那個找一份比較好的工作 讓你阿嬤好好安息好不好 所以那個工作有沒有熱情很重要 工作沒有熱情就會像這樣 工作有熱情你每天去上班 你可能會覺得很快樂 好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瞭解自己是一輩子的功課 我們剛剛講說 因為我們有四成的同學 其實在進入職場之前 最大的困擾是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樣的職務 然後或者是說不知道自己的興趣 如果他是只有你而已 你就需要很擔心 既然都有四成的人都有同樣的問題 那有什麼好擔心的 大家都一樣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說你可不可以把了解自己這一件事情 當成是一個持續要去努力的功課 對你未來的職雅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很大的影響 為什麼說很大的影響呢? 剛剛我們去看那一位年輕人 你如果你以後做的工作是你沒有熱情的 那你去上班之後 你可能在上班時間就會一直看表 為什麼 因為你來看是不是快下班了 怎麼時間過得這麼慢 所以你下班了之後 你一定會需要紓壓 所以你可能會需要休閒 然後找你的好朋友去玩 可是如果反過來看 今天有另外一個人 他工作 他剛好找到他很有興趣 很有熱情的工作 對他而言 那上班裡面就帶有那個玩耍的成分了 所以他上班其實比較不會累 而且他腦袋 因為他對那個東西有興趣 會一直轉一直轉 那對他而言 那個工作已經不只是工作而已 這兩個兩類的人只要有一段時間的累積之後 那個差異就會變得非常的大 因為你對一件事情有興趣 一直轉一轉 你很快就會變成是那個領域的專家 所以有沒有找到自己有熱情的工作很重要 可是沒那麼容易啦 因為如果那麼容易的話 就是就不會有事成的人 有那個困擾是說不知道自己的興趣 跟適合從事什麼樣的職務了嘛 所以比較正確的觀念是說 要把了解自己當成是一輩子的功課 那評估自己的專業跟技能 這比較沒問題 像各位念跟練這個科系有關的 學的就是跟金融相關的嘛 好 那第二句要成為別人的VIP 別人VIP就是對別人來講 你是一位很重要的人在職場上面 那可能就是代表你比較有好的成就 你要先了解自己的VIP V就是你的價值觀 一般I是你的興趣 P是你的人格特質 你知道這些東西才能夠探索自己的職業熱情 好 一般我跟同學分享到這邊 大家還是很模糊 就是職業熱情它只是一個名詞而已 那我要怎麼知道到底什麼是職業熱情 好 比較具體來講 通常如果你以後你做某件事情你有熱情的話 有幾個有幾個那個特徵 好 第一個特徵 通常你學那一件事情會學得比別人快 或是做得比別人好 各位如果去觀察自己一定有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某方面 就是學得比別人快或做得比別人好 好 那再來是通常你在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覺得裡面有樂趣 那有樂趣的另外一個特徵是說 你可能坐著坐著就忘記時間了 好 那再來 這個事情是在社會上你可以為別人創造價值 那或者是有別人願意付你錢的 這樣才算喔 之前有遇到同學他舉例那個舉例說 那老師追劇啊 有同學平常有在追劇的嗎? 所以我追劇很厲害 為什麼? 因為別人要一集一集 我看第一集我大概就知道結局是什麼 所以我很擅長 那樂趣忘記時間 我每次別人一次看一集我一天就可以追十集 每次看了就忘記時間 看到半夜忘記時間 所以這個可不可以變成 追劇可不可以變成你的職業熱情? 它少了第三個元素啊 你追劇會不會有人付你錢? 不會有人付你錢啊 好 第二個例子 有個男同學就說 老師 我那個我很喜歡打 很喜歡打怪獸 就打game嘛 那個線上遊戲 別人那個要打個兩個禮拜 我可能一天就破關了 所以跟同學組隊的時候 每次那個大魔王同學都叫我來打 很擅長嘛 然後忘記時間不用講 我可以打個三天三夜 然後可能中間只有上廁所而已 所以會忘記時間 你打怪獸會不會有人付你錢? 大部分人都搖頭 有一種職業是幫遊戲公司在測試遊戲的 會有人付你錢喔 就是說他是專門在幫遊戲公司測試遊戲 發現那個遊戲設計有沒有漏洞 好 如果你可以把你的對遊戲的熱情 跟這個結合在一起 它就變成職業熱情了 好 那再來你 因為你的遊戲打了很多 所以你知道一款好的遊戲 腳本應該要怎麼設計? 你如果可以把它跟這個結合 它就變成是職業熱情了 好 所以它跟你念的科系 跟你過去什麼背景 不一定有截然 一定有必然的關係 而是說你要去觀察自己 或者是同學之間互相觀察 你有沒有 常常有做哪些事情大家說 欸 你很厲害 欸 開個玩笑齁 有些同學在學校的裡面會 不一定會上課 可是會打牌 你一樣在打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欸 奇怪 為什麼這個人的數字的力那麼強 而且他打花牌 就是那個排列的時候 他不一定是排得很整齊的 如果你在一個小事情的過程裡面 有可能知道說這個人對哪方面是擅長的 所以他可能是對數字是他擅長的 一樣你去飲料店打工 有的人他很擅長去跟人應對進退 例如說奇怪每次奧客來 那個他都很容易應付 那所以奧客對他而言 他不覺得他是奧客 如果是這種人 他可能在那個先天在跟人應對進退的時候 就有優勢了 那有人不是 有的人是跟人應對進退比較不少 可是他很厲害 他進去一家店他就跟他說 我跟你們講那個你貼那個標籤 那個流程應該要怎麼去設計 貼才會貼得快 這個也是某方面的才能 所以要把了解自己當成是一輩子的功課 然後在裡面找到職業熱情 沒有找到職業熱情沒關係 就繼續找 好 那這裡面大家就有一個問題是說 那我沒有找到可是我需要一份工作怎麼辦? 你就把先把那個工作定位為是讓你有一份薪水 那你可以不用再跟家裡拿錢可以自立 一開始的目標先這樣設定 可是你還是要繼續去想辦法找到你的熱情 一旦你找到熱情 你在職場的競爭力會從本來是這樣一下子躍升成… 因為你在做那件事情的時候你是會比別人投入 所以你一定會累積的比別人快 好 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 第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好 那你怎麼摸手都摸手不到 其實網路上面還是有一些免費工具 像玉琳寺有一個有三個測驗 你可以去做做這個測驗 通常會跟你…他其實就是有一些心理測驗這樣 你做一做他最後會跟你講說 根據這個測驗的結果 你大概比較適合做什麼樣的工作 這個也是可以參考 你可以跟你對自己的了解去比對一下看穩不穩合 好 那再來這個工具要跟大家介紹 剛剛我們有跟大家介紹一個工具叫做植物大百科 升學救援第五這個工具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可以讓你知道你們的學長姐現在在做什麼工作 就是各位畢業的學長姐 各位會不會覺得很好奇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 他可以查台灣每一所戲所 例如說我們查中國科技大學在台北 台北嘛 中國科技大學 然後財務金融系嘛 財務金融系 然後他就跟你講說財務金融系的畢業生有3% 畢業之後會繼續升學 有3%是工作在進去 所以有94%就直接進到職場 好 那這進到職場裡面他們第一份工作 最多人做的是記帳出納會計 第二多的是門司店員 門司店員感覺就跟念的科系比較沒有那麼直接相關喔 然後第三的行政人員也沒有很直接相關 再來銀行辦事員也有相關的 所以各位的學長姐未必出去之後做的是跟本科系相關的 那這個其實在很多的科系都是這個現象 不是只有各位的學長姐而已 那他會跟你講說在哪些行業 在哪些公司 好 這是第一份工作 點了這個畢業之後2到5年做什麼 最高的還是那個記帳出納會計 可是第二名的就不是 行政人員剛剛是第四嘛 就跑上來了喔 所以這邊會變化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 可以看5到10年的 畢業10年以上的 好 這邊的每個連結你如果點了之後 連就是連到剛剛我們講的那個植物大百科 所以你可以去看記帳出納會計 它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那你可以看到它需要什麼樣的個性 市場上面的工作機會有多少 性別年齡 需要什麼能力 薪資的行情 所以這兩個工具植物大百科跟深血救濟 我覺得是對現在各位來說 應該是可以去探索自己的一個輔助工具 這給大家參考 好 那再來 剛剛我們談的都是跟了解自己有關的 那我們來看看到底什麼是就業市場 一般我們在講就業市場 就是一定有一群人在找人才 就是我們把它叫勞動需求 有一群是在找工作的 把它叫做求職者 那中間兩邊的人就會在人力銀行 或者是報紙 看報紙 或者透過人介紹相遇 這個把它叫做媒合管道 好 現在我們發現在台灣 最多人在找的工作 前五名 第一名最多的是叫做行政 就左邊的齁 最多叫行政總務 然後再來是門市營業人員 餐飲類人員 操作技術跟業務銷售 這些加起來就佔了44% 那如果工作機會呢 也是這五個 可是順序不太一樣 最多工作機會的就是門市營業人員 所以剛剛各位的學長姐 第二 從事第二多的就是門市營業人員 業務銷售 餐飲 操作技術跟行政總務 兩邊一樣喔 加起來剛好是44%喔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喔 最多人在找行政總務 可是行政總務有13% 可是行政總務他只有6%的工作機會 然後呢 要找業務銷售的只有5.6% 可是他的機會有11% 這種情況我們把它稱作供需失衡 那這個情況對各位有什麼影響? 剛剛這個圖有看過嘛 就是我們把那個薪水跟工作機會 分成錢多機會多 錢多機會少 剛剛那一些比較多人要找的工作 機會比較少的 平均薪資都比較低 如果那份工作機會是屬於 像業務銷售 是屬於要找的人比較少 工作機會比較多 因為他企業會比較不容易找到人 所以他的平均薪資就會比較高 那各位的金融在這邊 所以各位其實是 你們是因為你們的 在台灣有這個專業的人相對比較稀少 工作機會又不少 所以金融專業的平均薪資算是高的 好 這一張給大家的概念是 因為你們未來出社會之後不一定會 有的人會走本科系 如果你走本科系 你就覺得那個不用太擔心 如果你剛好念完之後 你就覺得不是很有興趣 那怎麼辦? 還是有很多工作機會是 不管任何科系都可以去應徵的 薪水也是不錯的 好 我們看這一張 一般企業在看人才的時候 他把人才 他會把人才做分類 有的是一般的 有一種類別叫做關鍵人才 通常關鍵人才就是說企業它的需求度比較高 那這市場也比較不容易找 不容易培養 那關鍵人才的薪資的彈性比較大 就是說通常它的起薪比較高 然後之後的加薪幅度也會比較大 根據我們的統計 關鍵人才在台灣量最多的 就是這三大類 一個是工程研發 因為台灣的科技業在全世界是有名的 所以工程相關的其實出社會是吃香的 第二個是技術專業的 這裡面有一些技術體系的 你像現在做土木的 土木技師或是做水電的 很缺 很賺 所以技術專業 技術體系的技術專業也算 好 有一類比較特殊的就是跟業務相關的 這個不限科系背景 所有的科系都可以去做 剛剛我們一開始講的金融理財專員也在這裡面 這一類也是屬於關鍵人才 因為他被 他為企業帶進現金流量幫企業賺錢 所以企業會很重視這一類的人才 剛剛一開始來講說金融其他的專業不是理財專員的 薪資其實也不錯 沒有在這個表格裡面是因為他的量比較少 所以反正你們如果從事金融專業的原則上 也是屬於那個關鍵人才啦 只是說他的量不是屬於那麼 在市場上面的量不是屬於那麼大宗 好 那金融業我把過去兩年的機會調出來 他其實在台灣的量不是屬於工作機會數不是屬於一直變多的 就大概持平這個市場大概就是這樣 好 那有一個趨勢大家要注意 因為現在數位化越來越嚴重 大家應該有聽到數位金融這個詞嗎? 現在上課已經有上到數位金融了嗎? 就是各行各業幾乎都開始被數位化跟網路化所影響 金融業也不例外 所以我們如果去看那個職缺 什麼樣的職缺增加的幅度最大 一般的金融類似像金融人才 傳統的金融人才他的需求是持平的 甚至有微幅下滑 可是只要跟數位站上邊的那個缺都開始大幅增加 所以這給各位一個訊息 你們現在才大二嘛 你們這裡面有誰如果在未來畢業之前 你對數位的東西越熟 你出社會是越有競爭力的 這是一個趨勢其實在各行各業都有這樣的現象 好 那這一頁讓大家自己參考就是說 尤其像金融研究員統計精算人員 這些都是比較需求比較大的 當然你也需要有一些比較專業啦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企業怎麼找人才 目前在台灣大概有八成的企業在找人 都是透過人力銀行 早期如果是在各位的爸爸媽媽那個年代 應該是看報紙 然後來人力銀行出來之後就取代的 慢慢取代的報紙 不過報紙現在還是第二個管道 再來是人脈 好 人力銀行在運作的時候 它背後是有一些運作的法則的 這也很重要 因為雖然現在各位還沒有立即要找工作 因為你有一些對人力銀行怎麼運作有一些概念之後 你就比較知道你以後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去做對某些事情 能夠讓自己在找工作的時候比別人更順利一點 通常有一種情境是求職者 他在人力銀行裡面他去看職缺 看完了之後他去按我要應徵 就是把他的履歷表投給企業 好 第二種是你投給企業的時候企業有時候會回應你嘛 就說那個他覺得你的履歷表不錯 就說那來談談看吧 就是那個過程叫面談 好 另外有一個部分是你在人力銀行 你可以把你的履歷表打開 然後企業會自己上去搜尋 搜尋到你的時候也可能會叫你來面談 你如果覺得那個企業是你喜歡的 你就會去面談嘛 那不喜歡你就會拒絕他 所以你把他想成是一邊是就交朋友啦 一種是男的追女的 一種女的追男的 所以其實就跟交友有點像 好 那還有一種情況是系統在裡面會配對 他會推薦給求職者說有一些工作可能你有興趣 或者推薦給企業說這些人才可能你有興趣 然後一樣在中間去扮演類似像媒合搓合的角度 大概人力銀行是這樣運作的 好 我們根據我們調查 幾乎大部分的新鮮人如果你可以找到工作 都是因為你是主動出擊 就是你如果用人力銀行的方式 你只是把履歷表掛在那邊打開 然後想說可能會有人來邀約你 失望的機會比較大 為什麼呢? 因為新鮮人通常你還沒有工作之力 所以你的履歷表不會那麼吸引人 所以你一定要主動出擊 那你主動出擊的時候 對企業來說他會感受到你的積極度 那如果你的履歷表又對他有一點吸引力的話 他回復你的機會就會變得來得比較大 剛剛我來的時候余先生給我一個訊息 回歸的訊息 去年大概10月的時候 我們在台北大學跟同學們分享 他們說他們以往有時候投10份履歷 大概會有3份回復他們 那後來比較了解這些觀念跟技巧之後 投了10份可能回來會有5份 所以可以提高你 你大概掌握了這些觀念之後 如果你有照著去做 其實你找工作會比較順利一點 好 那企業在找人才的過程 有兩大流程 一個就是看履歷 一個就是面談 好 那這兩個流程通常來講 他看履歷會看很多份 他在從那裡面去找出他覺得 就是他會先把一些不太適合的人先淘汰 好 那從這裡面挑出一些人 所以他不會 他如果有一個職業 他不會只面談一個 他會面談好幾個 那他從這裡面找出他比較適合的人選 好 那最後就會錄取 好 那通常企業在找人 大家可能的觀念 直覺都會覺得說 那企業應該通常是靠專業知識 看誰比較厲害啊 專業 這個圖是企業在找人之後的考量 冰山啊 冰山上面叫做專業知識 這個只是企業在找人的一個 其中一個考量而已 另外對企業而言很重要的是 這個人的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跟他的工作態度 就是我們剛剛在前面講的VIP的部分 通常這個部分在履歷表比較不容易看得到 所以他為什麼會需要面談 透過面談 他從你跟他面談的時候的過程 他可能會看到你的蛛絲馬跡 或問一些問題 然後想辦法去知道你的人格特質跟工作態度 最後他才去挑選 好 那企業通常比較喜歡就是的新鮮人 主動積極 有責任感 虛心學習跟抗壓性 這個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你看這一些跟你念什麼科系沒有關係喔 以主動積極來講 為什麼企業履歷表他比較希望說你自己主動去應徵 本身就代表了一種積極度 好 再看一支影片 這個影片我不確定大家之前在去年的時候 在網路上面有沒有看過 我們反正再來看一支 我們面對企業主團 我們面對企業主團 就稍微調查一下說 大家對目前比較年輕一代的人 人力狀況呢 企業主團已經談話了 這一些失調 現在需要上座的影響 企業總統率主管來看 那這個反應的真實是 是 我們接下來會有其他人的履歷 然後從每一份履歷裡面 跟你們要講 現在有什麼不想 或有什麼感受 這一份是一位 好 飛先生 是 我覺得這個人 他的學歷當然是很漂亮 他的學歷很漂亮 是 但是他沒有什麼經歷 我覺得他最大的弱點 坦白講 還是弱在他的 沒有公認成年 他一直有得很好的 他怎樣可以跟社會配合 我覺得學法是過去的 那實在不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不會用他 第二個比較年輕 畢先生 他25歲 因為我是阿塞市場 他做學徒 美容洗車的洗車員 他的學歷沒有經驗 然後他中學畢業 這樣的人 都不喜歡 你要擔心的是 他沒有一個專業在上面 因為他又搭了麵包學徒 又去兼裁洗車 以這個學歷跟他的經歷 第一瞬間基本上就會少掉 坦白講 你這份履歷他必須要構成的 通常我看他的經歷是很暖暖的 可能一年半年這樣就走的 這種我比較會待機 接下來是一位西先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普通的秘密 而且他這個很奇怪 為什麼29歲才工作不到一年 這位是西小姐 三萬二天高 因為他才剛畢業 接下來這一位是一位西先生 他人間就是很像的地方 因為他每一個工作 都去工作一個月 大王 就是我們台地的那位嗎 李安 李安 33歲的男性 他到33歲的時候他沒有 心上沒有什麼證明 他是第二日離離 另外一位 你現在是 他在那邊 他在那邊 好 出來 我覺得可能不要這樣 他太多了 對 我好奇心 謝謝 你應該也是吧 我最好我公平 OK 你應該是嗎 這個是 他說我朋友的小孩 這位是誰 名字是我家女的人 哇 我已經要一個一個一個 我不知道他工作換這麼多 你還會這樣看這個地方 不會 但是 你的意思是說 我的 我不敢相信他 然後 26歲面是我的那個主管 他當時沒有想到 我現在不是怎樣 那個東西都是 在這裡沒看不到 我們自己在 要求的時候 也是有點嚴苛 不得不這麼說 這個環境不好 你年輕人也很辛苦 看雨嶺的時候 可能要是要多花一點時間 你先把你的小孩找來 然後跟他聊聊看 把機會才會放開一點 至少在這個年輕的世代 他對我們當的幸福 當人所競爭 我也變得一個很漂亮的運 大達的又年輕人 真的 好 之前在網路上有看過這個影片 可不可以舉個手 好 我們那時候在拍這個的時候 為什麼標題叫做盲測實驗 就是我們去找了一些主管來 然後只有跟他們講說 會幫忙看一些履歷 所以他們之前都不知道他們要看什麼 好 那當然拍完了之後 他們就知道了 會一個一個真的他們同意 因為這個影片會在網路上面 也包含在電視上 所以他們同意後面才播出 那背後 為什麼要拍這個呢? 我等一下要分享的內容 就是跟履歷表有關的 因為我發現一個現象 很多的主管在看履歷表 平均的時間是很短的 好 那他們這些人都是高階主管 其實在企業裡面都已經很有影響力了 所以不是只有他們這樣而已 是很多的主管都這樣 他已經變成是一個社會的 常態 那我們覺得有需要把這樣的一個訊息 跟社會跟企業的老闆們溝通 那後來去做了這樣的一個實驗 那後來他們自己參與完之後也覺得很好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它變成是一個影片播出 他在Facebook上面 YouTube上面被看了1200萬次 好 好 剛剛齁 好 再來一個有獎真答好了 這一題很簡單 所以手準備好 剛剛裡面有沒有提到哪兩位名人 你剛剛舉過了嗎? 讓給 讓給 兩個 那個主任誰? 好 那你們兩個要分嗎? 分一分嗎? 好啦 兩個都有 跟誰? 李安 好 我們談履歷喔 平均啊 大家如果沒有看到這個數字之前 大家去猜 好 平均主管們看履歷表 大概一份履歷表會看多久 2.3 2.3秒 2.3分鐘喔 2.3分鐘 你如果去看履歷表一份資訊 你有辦法 你是一個字一個字讀嗎? 一定不是 他是用掃的 那這個 這樣的一個統計喔 我們每隔一陣子就做一次 以前在幾年前的時候 那個數字叫做40秒更短 那因為現在冷越來越不好找 所以那稍微已經時間增多了 而時間增加了 平均時間還是只有2.3分鐘 那大家如果去看 右邊這邊喔 你會發現 2.3分鐘的有四分之一 1到2分鐘的或是不到1分鐘的很多耶 這加起來35%耶 那就是因為有這個情況 所以剛剛才有剛剛大家看到的那個影片 好 那我這部分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以後你們有一天開始準備履歷表的時候 你如何能夠讓你的履歷表比較不要發生剛剛那個影片的情況 因為雖然我們有在宣導 可是不是所有的企業的主管或是HR 就是人資就是說 就是他們那個習慣有他們的背景 因為他們要看的 找人其實壓力也很大 然後那個一天要看的履歷表很多 所以其實一份履歷表有時候可以分到的時間 是真的是不多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當企業在看履歷表的時候 他到底他會把重點放在什麼地方 你要怎麼去寫才能夠抓住他的眼球 好 那這一頁上面有提到幾個要訣啦 就是說怎麼樣替履歷表加分 你要去說明你的所學 就是像各位的學的 要跟你要找的工作是相符合的 然後每個人都有一些特色嘛 你要能夠去強化自己的特色 如果你去分享你學到的心得跟失敗的經驗也OK 那你要表達你的企圖心跟你進到那一家企業的渴望度 如果你有英文能力不錯會有加分的 好 這一頁談的是企業在看履歷表 主要都看哪些的欄位 最多的就是技能專長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冰山最上面的技能專長 那這一點我覺得大家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是 你們念的是金融相關科系 如果你找的是跟這個相關的工作的話 那基本上你們這個科系畢業的代表它有一定專業度嘛 可是那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寫 那你怎麼去突出 所以如果你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你可能有某些的科學的特別好 那或者你曾經參加過什麼樣的競賽 那或者有什麼樣的作品 你可以去強化你的技能專長 去佐證的一定要想辦法讓它露出在你的履歷表裡面 好 再來是這個很好 應徵職務 為什麼企業會去很在乎應徵職務? 你如果去應徵的 例如說同樣的履歷表 你可能應徵的是理財專員 是一份履歷表 那你如果把這一份履歷表 你拿去應徵行政總務 你對一個行政總務的主管來講 你那個履歷表寫的 如果是為了應徵理財專員去寫的 他看了就沒有什麼感覺 他要看的是 履歷表要看的就是說 你站在讀者的角度 他為什麼要提供 要花時間跟你面談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所有寫的內容 都扣著你要應徵的職務去寫 你要應徵的是理財專員 你上面寫的東西 最好就跟理財專員有關 你要應徵的是門市店員 你上面寫的東西 就要跟門市店員有關 好 那我怎麼知道有關要寫什麼? 剛剛一開始我們不是有談到職務大百科嗎? 你要去應徵什麼職務? 你先去職務大百科看過一次 你就知道那一份工作需要的能力是什麼 然後你再去想看看 你具備有哪些相關的能力 再去寫履歷表 所以他要有一些準備的流程 好 自傳 自傳是履歷表裡面 唯一對企業來講 比較容易去了解你的人格特質 跟你的態度的資訊 所以自傳 很多企業一看到沒有寫自傳的 就先擺一邊了 打工經驗 打工會加分耶 為什麼? 因為打工經驗是學生在學校裡面 唯一開始跟職場有發生接觸的經驗 那打工經驗寫法寫得好跟寫得不好差很多 你如果說我在50欄打工 你可以想一句話嗎? 可是你如果想說你在50欄打工的時候 因為你在那一份打工經驗裡面 你特別去注意原來這家店裡面 例如說店長 店長他要把那家店管好 他其實是有訣竅的 你可以把那個你在上面學到的歸納出幾句話 用這樣去寫 你就比只有寫打工經驗會來得強多了 好 那再來畢業科系 這不用講你們一定會寫嘛 好 那其他就有一個機會 因為大家有時候用那個Facebook會用多了 你寫字都很快 會有一些火星文 那旅立表它是一個比較正式的文件 所以你應該避免用那個錯別字 避免錯別字 避免去用那個火星文 還有照片 照片大家都習慣自拍嘛 我們先講照片有沒有放就差很多 因為很多企業其實他 就不是說你一定要是要那個 外表的好壞不會影響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而是說你那個外表呈現出來的感覺 照片呈現出來的感覺 等一下會有一些例子 我們統計過有沒有放照片 你的面試機會差很多喔 差了一倍 你如果沒有放照片 大家會覺得 看的人會覺得你好像不是很重視 連一個照片也沒有放上去 所以說照片一定要放 好 那照片放什麼 這種圖會出現在FB上面 會出現在你的Line上面 你不要弄那個圖 那個圖就有一點點就不是很正式啦 所以比較就是還是就乾淨清爽 應該放這樣的照片 好 這一張很重要 因為離各位畢業可能現在大二 那真正到你要找工作說不定有些忘記了 所以大家記得這一頁就好 剛剛我講你要找工作的時候 你一定有一份要找的工作的職務 所有的思考都以這個應徵的職務為中心 這個職務可能是理財專員 有可能是門市店員 有可能是行政總務 有可能是餐飲服務生 反正你以後每個要找的工作都不一樣 所以你是先決定你要找什麼樣的工作 那即便沒有很多把握沒關係 可是你一定要想說 那我先找什麼再找什麼 當你有了這一份職務出來之後 剛剛講說你去職務大百科去查 它需要什麼樣的技能跟態度 技能跟態度特質就是我們剛剛在前面講的冰山 這個是冰山的上面 這個是冰山的下方 然後技能專長 你再看一看自己的科系、打工或有沒有實習 有沒有一些經驗 是跟這個應徵職務需要的技能專長 是呼應的 是強調那些地方 不要拉拉扎扎寫了一大堆 為什麼是說 因為他理歷把他看的時候很快 他看到了有一些 他覺得沒有興趣的資訊太多 他就先擺一邊了 所以你要把你寫的東西全部都是他吸引他的 所以應徵職務需要的技能專長 你如果有打工 如果你的打工的經歷跟這個應徵職務 是沒關係的 沒寫沒關係 或者你要把它轉成有關係的寫法 好 那你去 而且每一份在寫的時候你要強調成就 例如說如果你在打工的經驗 你在武士山打工 可是別人outcare處理不好 就是你特別會處理 你那個光你寫處理outcare的過程 把那個你怎麼去處理 最後結果是怎麼樣 那個就會大加分 然後你如果你有去考過拖曳 分數還不錯 或得到什麼證照 得到什麼得獎紀錄 只要跟這個技能專長有關的 一定要寫上去 好 態度 態度剛剛我們講說自傳社團 各位參加的社團有可能也會加分 那要看社團的性質是什麼 例如說如果你以後要從事的是跟人接觸相關的 那你參加的是一個不管是康樂型的 因為你要辦活動嘛 那或者是服務型的 那個都跟人接觸有關 所以你如果可以把那個社團經驗裡面 你學到的東西放去就會加分 好 那再來是面談 所以你這個要強調這個職務需要的特質態度 這個職務需要的特質態度 因為有的職務需要的是細心 有的職務需要的是跟人溝通 然後你如果有失敗的經驗 要寫的是你從這個失敗的經驗學到什麼 這個也會讓人家印象很深刻 好好表達你進去這家企業的渴望 好 那剛剛我們有講說有一些 你的錯別字 火星紋 照片 不要放那個救命照那種 那種這只要避免 掌握 光掌握這個訣竅 你的履歷表就比別人 就多了一些競爭力了 所以大概有這樣的觀念就好了 那以後等到你要寫的時候 可能再抓出來參考 好 證照加分 那有些金融的證照 我想說學校在學校應該老師都會跟你們分享 這個我就不進入細節 好 自傳 寫自傳 有寫跟沒寫 差57% 好 那自傳怎麼寫 大部分人都會受自傳這兩個字影響 以為自傳就是自我介紹 企業要看你的自傳不是要叫你寫自我介紹 而是剛剛我們不是有談到是說 你要去找什麼職務 你要交代的是這個職務需要的技能專長跟派度特質 所以你的自傳的寫法是 你要用剛剛那個思考架構 然後把你的經驗組織成自傳 好 那後面有幾個例子 好 例如 這是一個例子 自我介紹 有人講說我的父親 然後好像在講自己的家庭成員 你講家庭成員對看的人來講 他會覺得那關我什麼事 這是你們家又不是我們家 所以寫法上面 你可能在談的時候是講你 你可以講說你畢業什麼科系 然後你在上課的過程裡面參加什麼樣的活動 例如說以這一份履歷表的寫法 自傳的寫法 他就是要去應徵跟行銷企劃有關的 所以他寫的時候 他有談到他社團辦過活動 那辦活動跟你做行銷企劃是有相關的嘛 所以你就強調那一段 所以寫的時候是寫跟那一份工作有相關的 這樣看的人才會覺得比較有吸引他 好 那這個有些留學帳讓大家自己參考 一樣你上課裡面有沒有哪一些課程 你的分數 要跟那個應徵的職務相關的喔 如果你特別突出記得要寫出來 好 社團經驗也是 社團寫的也是跟那個要應徵的職務有相關的 好 攻讀跟實習這個也是 這個讓大家自己參考 那裡面有一個技巧 如果你可以用數字去量化加分 就是你講說那個 在社團有時候有些同學都要去負責募款 那你負責募款 你如果講說我負責募款 就只有這樣 跟另外一個人寫法是寫說你幫社團募到了多少錢 然後這個預算再辦活動還有結餘 光這樣的有量化 其實就跟沒有量化會給人家印象差很多了 好 那反正就整個內容都是扣著跟工作相關 好 那剛剛有講說打工 有打工今天是加分的喔 然後作品級 作品級一樣如果你有作品是跟你要找的應徵職務相關的 也加分 好 這一頁也是重點 因為各位以後在找工作的時候 不一定只會應徵一種職務 那大家有時候會覺得說 那我弄好一份履歷表 我找工作的時候這個也投那個也投 要切記你如果應徵不同種類的職務 履歷表應該是用 你應徵兩種職務履歷表應該要有兩份 為什麼要有兩份呢? 因為你的應徵職務不同 他們需要的技能專長不同 態度特質不同 所以你的寫法應該要不同 好 那這一頁剛剛有看過嗎? 心法 你要爭取面談機會 就是你履歷表你要把它寫得吸引人 然後記得積極主動投遞履歷 因為目前大部分的新鮮人會找到工作 有主動投遞履歷的機會會比只有打開履歷表 被在那邊等人家上門會來得高很多 好 那再來看一支影片 我們履歷表大概講到這樣 我們接下來講麵談 喔 這廣道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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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有讲大忌 那到底应该怎么去准备 好 第一个 你要克服自己会紧张的方式 就是事先先做好准备 那准备你要了解的资讯是 你要收集跟那个公司相关的资讯 了解公司的背景 为什么你对那公司了解越多的时候 在那个言谈的过程 你讲出来的话 对方会觉得 你好像有做功课 然后你好像对我们公司还蛮了解的 这种印象就是一种主动七级的印象 另外对方也会觉得你好像很有很想进我们公司 因为每个要找七级要找人数馆都很 都不希望找了人进来之后 待没有多久结果人又离职了 所以先就做好准备啦 好 那再来是散发自信 带给企业责任感都讲得很容易 可是其实没那么容易 所以还是准备 就你准备越多你在想的时候 相对就是越自然 那通常会有一题 这个可以事先准备 大部分有时候常会问到是说 他问你说你未来三年或五年有什么样的规划 这一题在去面试之前应该要先问过自己 你如果有准备你就很自然的去讲出来 那当然来说比较好的答案是 你如果讲的内容跟你在这个职务的发展 或者是可以把这个职务做好 比较有关系 那当然那个答案就会比较讨喜一点 好 那图显你可不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大家如果还记得刚刚我强调说最重要的 协力语表最重要的那一张图 你要紧扣着应征职务 那应征职务会需要 那一份职务会需要 有一些工作技能跟需要有一些态度的特质 你要在你的履义表去强调这两方面 面谈也是一样 只是说面谈通常他比较不会问 他会问的比较多的不一定是技能 而是跟你的态度跟特质有关的 因为他从履义表看不出来 所以你的回答如果都可以紧扣着这一份职务需要的态度跟特质 面谈顺利的机会就比较大 那你事前的准备也可以往这个角度去做准备 就是说你的履义表如果你在写的时候有用依照刚刚那个架构 那照理说你写完是履义表 那些内容应该就印在你的脑海里面 那时候你就是自然一点去应答 把握这样的诀窍就对了 好 那通常他会问你 最后都会问你说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有的新鲜人比较害羞或者比较老实 就会说没问题 有问题会比没问题加分 因为通常你如果有提问 他会代表你在乎这份工作 好 那什么是好问题呢 你如果问问题是说 那公司一天上班多少个小时 这种问题叫做不痛不痒 好的问题是你问的问题 跟你做好这份工作有关系 例如说通常公司扮演好这个角色的人 公司对他的期许是什么 这种就是一个好的问题 那如果你觉得机会大的 有人甚至会讲说 那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你有没有建议我可以先事先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这种也是好的回答 都紧扣着跟这份工作有关 好 那职场生存法则 好 我们来Q&A好了 那个先问履历 刚履历我最后一页有提到 有两个大原则 你只要把握住了你的那个履历 你得到回应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有没有人记得 然后改选择题好了 你应征的时候 那个找工作的时候 你是打开履历表在那边等人来邀约 还是应该要多多应征 好 那第二个跟履历表 那个也是跟履历表有关系哦 你要应征不同的职务 哎 多多应征对 好 那第二个跟履历表 那个也是跟履历表有关系哦 你要应征不同的职务 你是要一份履历打天下 还是不同的职务应该准备不同的履历 那你那一位可以先 哪一个 哪一个可以先 准备不同的履历 好 那个面谈问最后一个问题哦 面谈要避免自己会紧张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回想以前小时候不害怕的那些记忆 也对啦 就做好准备啦 勇气你回答了也对 就是要有勇气 好咯 继续哦 那个以前有说看广告都有一个什么 你叫什么都市丛林 好像是什么从乡下的人到都市 都市是一个丛林 你要知道丛林的生存法则 职场 职场跟学校不太一样 跟家里也不太一样 所以你如果越知道职场运作的法则 你以后就会容易活得 而且在职场会发展会越顺利啦 职场跟学校最大的不同哦 你在学校里面大部分你念个四年 你遇到的老师大概就那几个 就是老师通常固定的 同学虽然可能会有转学生 也会有同学突然就不见了 那可是大部分的同学应该都是固定的 课程你甚至入学的时候 你就可以查到有课表 就是那些课程嘛 然后会有考试 考试也是固定的 好职场刚好都是不固定的 为什么讲不固定的上司呢? 你如果在职场再一份工作待得够久 你会发现你的主管换得比你还快 所以有时候就是你可能还没有适应他 说不定他又被掉走了 这种情况常发生哦 所以在职场上面 你如果不习惯一个主管先沉出去 为什么? 因为你要评估一下 那个这个主管可能在公司里面 目前的被重用的程度 那有时候反而被重用的也会掉走 因为公司会给他那个其他的职务 所以上司是不固定的 同事也是同事他会掉来掉去 因为企业要生存 他就必须要让他的运作符合客户的需求 符合市场的需求 市场在变客户变他的工作就会变 所以他的那个同事跟任务都会不断改变 好 随时都在考核 他考试他有可能到了年底 就会有一个绩效考核 可是通常主管在平常跟你接触的时候 心里就一直对你有一个印象在累积 在打分数了 那只是最后到了期末 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分数 可能会影响你的年终 影响你的绩效奖金 好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一开始我有提到热情很重要 如果你工作的是很有热情 你面对到这些不固定的情况 你根本对你来说不是难题 因为你在过程里面它在变动 可是你知道你对这份工作是有兴趣的 你在里面做的时候 你很自然就很容易应变 可是如果你做的工作是你很没有兴趣的 或是一天都是在注意时间的话 每次只要有变动 你就会觉得好烦喔 或者是说我本来好不容易才熟悉 任路又换了 又重新学 所以热情为什么对 或是说你对那个工作是有兴趣的 为什么会对你以后的表现很重要 其实跟职场的特性有关系 好 那要在职场生存 就是应变啦 第一个应变 第二个是抗压力 抗压力 因为在职场上面 公司需要的是你帮公司完成事情 因为公司要一直发薪水 公司要需要发薪水给每个员工嘛 那你看喔 很多的求职者其实都在竞争 工作者也在竞争 所以抗压力是重要的 你如果对那份工作是有热情 你比较不会感受到压力 另外是配合度 就这个配合度指的是 它其实不是有时候有些新鲜人 会觉得受不了自己的主管 因为主管可能早上分配了那个任务 下午你只要换了一个任务 其实他也不愿意 因为那个主管的主管也是一直在变 所以工作的配合度是因为企业 他要做的事情本来就跟学校不一样 就会一直在变动 所以任何每一个阶层所面对到的都会是变动 好 那再来是学习 学习这一点对新鲜人很重要 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你出去工作 那是不是你工作的内容你已经很熟了 你企业既然要用新鲜人 他就知道就愿意给你时间去学习 他反而比较重视的是说 好 我如果给你一些时间学习 你是不是有那个心愿意去学好 还是每一次都需要我教一次 结果又要教第二次 如果你教一次你就会学到 而且还自己会去用功去请教别人的话 其实这个态度都会是加分的 那再来是 如果主管同时分了很多的工作给你怎么办 优先顺序 那搞不清楚优先顺序的时候就问啊 你就再跑去问主管说 那这些工作我到底应该先做哪一件 那你这样问个一次两次你就比较清楚是说 下次你要怎么自己去做判断 好 再来看一次影片 这一次也是日本的 好 再来看一次 好 再来看一次 你永遠的一步道 我繼續走 快速 一步請到 先來未來有關 必須有目的 人生有終了 是真的嗎 人生是這樣的東西嗎 不,人生並不是マラソン 誰是決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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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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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ширino的方式 我和我無知 мне很無程 對 挺準 мов Cherish 比東 特別之類 唯中 が 的是 人生 為 台灣跟日本很像喔 小時候我們有時候從老師啊 或是從家長得到的觀念 他們是不是也常有一種觀念說 人生就算那個比較像馬拉松 所以其實比的是看誰的比較有恆心 比較有毅力 誰能夠堅持到底 有沒有這樣的影響 至少在我這個世代 我從學校裡面學到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一開始他問說人生是不是馬拉松 你如果去調查舉手的人會覺得會比較多 我大部分人都覺得人生是馬拉松 可是馬拉松大家去想想想看喔 馬拉松它的規劃一定有路線 對不對 它就是那一條路 所以比是比看誰先到終點嘛 職場 職場有人規定你一定要從事什麼職務嗎 就是會不會你們校長會不會規定你說 你念那個財務金融系 你就一定要從事什麼職務 不然那個投出去槍斃 不會嘛 那人生有人規定說一定是要走什麼樣的路嗎 其實也有很多條路 我很喜歡剛剛那個片子最後有一句話叫做 人生各自精彩 就是剛剛一開始為什麼要那麼強調職業熱情 各位同學你們每個人心裡面應該都藏著某一種職業熱情 以後你再對應到那個在社會上 應該有某一個職務是最能夠對應到你的職務熱情 只是說有人運氣比較好會很快就找到他 有人運氣不好要找很久 你像我可能剛剛我前五份工作 那個前十年換了五份工作 那第六份工作我就待十年 我工作十年之後我才找到 可能會有這個情況 那你們要持續去找 那找到自己的一條路 那一條路就是你自己的 所以這工作上面跟在學校不太一樣 考試不太一樣 考試你也是我考那個78 隔壁的考85 那這個後面的考60 分數可以比的就跟馬拉松一樣 馬拉松跑第一名的跑最快速跑最慢的 是可以比速度的 職場跟人生不一樣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最適合或最想走的路 所以沒有什麼好比較的 就是說可是你最後會需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好 那個這一趴我只講概念 我不進入細節 因為我們時間大概剩下五分鐘 現在在職場上面 剛剛我們講到的履歷表 講到了面談 現在的那個職場開始出現一個變化 因為大家有沒有在場 有沒有人沒有用FB的 各位舉個手 沒有用臉書的喔 應該都有 現在社群太普遍了 所以現在企業 越來有一個趨勢越來越成型 就是叫做社群招募 為什麼他希望從社群裡面去發掘人才 或發掘對的人才 剛剛我們在講那個企業在找人才的時候 重視的冰山技能專長跟態度特質 態度特質是不太容易從履歷表看到 可是你看喔 如果你每個人都有臉書 你把這個人過去一年在臉書上面的動態都調出來看 你可不可以看他的個性 就比較容易喔 所以企業喔 有些企業他們開始會要求職者提供臉書的帳號 好 我現在跟大家講這一點說 這個是不一定是允許的 因為你在臉書帳號裡面有很多是你的隱私 所以你可以決定給也可以決定不給 企業他不能要求你一定要給 如果要求你要給 基本上他是違反就業服務法的 所以可是對你來講 你的考量應該是我給了對我找工作比較有利 還是我給了對我找工作不利嗎 你如果在上面都很多情緒的抒發 當然不要給啊 可是不要給其實會做一個動作喔 他會把你的名字放到Google裡面去找 找你的FB 很多人其實是都沒有FB裡面 你可以設定只對你的朋友開放 也可以設定全開 你如果設定全開的話 他就找得到你就可以進去看 我跟大家講我切身的經歷 我到目前為止 我很少看到有進去那種看那個FB是加分的 就是頂多是打平 因為我們都需要 我們是人我們需要抒發 所以你跟朋友裡面 你一定會有一些抒發你 有時候從你的臉書裡面 你會看到你的政治立場 看到你的宗教立場 所以除非你們要變成名人 變成名人 不然會比較建議你的臉書對朋友開放就好了 那所以對朋友開放 7LS在的時候 因為他不是你的朋友嘛 他就沒有辦法透過搜尋引擎 直接看到你的臉書 好 那你以後如果要做社群招募 GCR的趨勢是有一種社群叫做職業社群 或叫做專業社群 104有一個職業社群 國外有一個叫做Linking的專業社群 這些在上面 你就可以放你跟自己的專業比較有關係的 你的學習歷程 你可以放你的學習歷程 好 跟你的得獎紀錄跟社團累積了之後 你在找工作的時候 就你們現在如果從大學都開始累積 等到你畢業的時候 你就有很多的佐證資料了 所以社群 職業社群相關的應該是要這樣用 好 這個大家可以自己參考 好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職場上面 我們在職場上面 企業其實在找人才會重視很多種能力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是態度力 尤其是對新鮮人而言 因為你如果有好的態度 你未來不管在學習上面 或者在工作上面 你一定會學得比別人快 然後你會跟別人相處得比較好 所以態度力其實 態度力本身就是一種優勢喔 所以希望這個大家可以記在心上 好 那網路上有很多的免費工具 這個我就不再贅述 大家可以自己參考 這邊的工具 全部都其實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得到 好 那未來大家在走自己的職場 職場或走自己的人生的時候 其實根據研究 大部分的成功者他的路線不是這樣 一下子就成功 他一定都是經過很多的努力 甚至有時候你會看到他遇到一些挫折 甚至消沉 好 那在這裡面經過一段打底的時候 突然到了某一個時候 他準備好了 機會也來了 就上去了 所以各位一定 為什麼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要過 那你確認了自己的職業惹情之後 你一定要投入那個時間下去耕耘 耕耘到一段時間之後 開花結果是遲早的事情 好 那最後那個跟大家分享這句話 就是說你未必出雷拔萃 但肯定與眾不同 那最後祝大家就是未來求職順利 那都有很好的職業跟人生 好 謝謝大家 我們說還有五個那個問答的機會